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看你怎么就是拿上次的一个大富翁的一个盒子 那你要干嘛 这是上次开的大富翁的一些玩具的一些盒子 因为作为大富翁系列 他这一个已经出了也是也是就是版本相当的不错 然后里面还会有些铁皮的车就是玩大富翁时候可以使用 那么我最近又看到他出来新的风格 而且新的它是一个彩色的 所以我也忍不住的忍不住的对它进行一个购买 因为它是属于大富翁系列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系列又是开始变成了 所以说大家记住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叫什么John Me 什么Lightning这种公司 所以说他这个公司设计的合金小车质量 至少我现在看开展还是觉得不错的 还是有些可圈可点的 首先是这个金属质感 大家听声音就知道 这个是完全金属质感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 他还特意做个轮廓 所以说这个车子是铁皮车还是很 哇 还能打开前盖 这个做工不错 大家可以仔细看 这是大富翁前面的go 他这一个虽然后是看它的制造日期 我来看 他这个倒没写制造日期 2021年6月2号大家可以看 哇 而且是老的一个雪佛兰的车 雪佛兰的车 而且关键是他这个可以打开 像这种车啊 我记得上次的这辆车 他都没有可以打开的部位吧 没有哎 没有哎 但是这一个车 这一个车却能打开 所以说他还有辆辆警车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版本好像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也才是我这次啊 会再一次入手的原因 然后看这辆警车 是按照这一个的比例等比 所以说他这一他这一个系都考虑到 要把这个轮胎给保护好 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设计的进步啊 大家可以看 也是6月2号是同一批 然后他这一个 哇哎 这个引擎盖都能打开 这个是可以抓人的 哇 这一个虽然像有一些还能把门打开 他不能 但是我记得上次这个老爷车能打开吗 哦 他也能打开 他也能打开 大家看 然后不知道这一个 这个校车估计就不能打开吧 所以啊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分享的那个大富翁的一个汽车的一个分享就是到这里 我相信啊 就是很多国内的玩车的朋友看到这个视频就一定会很兴奋 对吧 因为像这一个几个系列这五辆车 我还是把它放出来吧 大家可以看五辆车 其实也是作为就是一代人的回忆吧 对吧 哎 还是不错的 对不对 还是不错的 那么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也可以点赞关注订阅 那么我相信我的视频当中到时候还会分享更多新奇好玩的一个东西给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也请记得支持哦 拜拜